Omicron变异株席卷美国 扰乱民众跨年行程 美国当局也开始呼吁民众 打加强剂的重要性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前总统川普态度开始转变 川普话刚讲完 现场观众马上揭移鼓噪 因为川普曾在9月说 他不可能接种追加剂 如今却改口大方承认 引发支持者哗然 尽管川普强调他反对 现任民主党籍总统拜登的 疫苗强制接种令 但他的言论引发反疫苗人士 和一些支持者的罕见批评 一名川普死终支持者表示 是时候甩掉川普 并威胁要抖出川普的所有丑事 这次争议凸显了 川普若要在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 可能面临的难题 不得不巩固他的基本盘 而其中的许多人都已经将反疫苗 当作竞选口号 目前美国只有62%的人 打完规定剂量的疫苗 比率在富裕国家当中相当低 部分原因在于共和党带头反对 拜登一年来的疫苗推广行动 而随着川普表态接种加强剂 在共和党会吹起什么样的风 外界等着看 欢迎新闻 孙英灵综合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.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 环宇新闻台